爸 您这次砸砖 是怎么想的 我一直没琢磨出 里面的道理 你质疑我吗 不 我是想学习您的思路 一九八五年 海尔的张瑞敏 砸了七十六台冰箱 砸出了海尔的未来 我砸砖 跟他们砸冰箱 砸商铺是一个道理 不破不立 妈 您真高明 高明 我高明吗 我还是手软 那天去 我为什么让您请 几十家媒体啊 如果就是验收个房子 我为什么要带 几十家媒体去呢 那您是想 我去呀 就是想把那房子全砸掉了 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把房子弄得太漂亮 我不忍心下手啊 那天回来的路上 我就后悔了 再回去砸已经来不及了 正因为漂亮 砸才砸得有价值 砸才砸得震撼呀 我看新闻了 热度还可以 没能发酵起来呀 我本打算砸了房子之后 就说 建到这样没品质的房子 我是建一个砸一个呀 遗憾的是 你骂我 还是善良心软喽 那专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这种事 你就不必要知道了 那么多施工的人 收买个把个人还不容易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吧 谁呀 我 安欣 跟她说 我在电话会议 谈美国制造车的事 张小姐呢 在跟美国造车团队 视频电话呢 是的 我们做的 这是父母的 是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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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你听得懂吗 当然了 不过张小姐 也不是说给我听的 这听得懂 听不懂有什么关系 那是 那是 安欣来了 坐吧 张小姐好 你 记得 我 这是 你 你 你 是 你 我在 你 我 明白 一手 把钱放在保险柜里 坐吧 没想到 他们倒没磨叽 没让你为难吧 没有 我刚才跟一手 在谈论你们俩的婚事 婚礼就定在 今年的元旦吧 企业界的人是我请 金融界一手请 娱乐界你请 不 这是名单 安心 这个婚礼 已经不是一个婚礼了 它是日不乐集团的 一次形象展示 我马上就要到美国 专心地去造车了 这些人脉关系 就要转移到 你跟一手的手里 所以这次婚礼 对于日不乐来说 非常重要 你能明白吧 明白 这个毛毛和李茂 没有给你写个字句吗 什么字句啊 他俩赔付的 这十万块钱 万一以后 他俩反悔了呢 得让他俩补一个字句 自愿赔付 永不反悔 张小姐 他们不会反悔的 我保证 永远不要替任何人保证 这个字句 必须拿到 否则那十万块钱 在保险箱里 就不保险了 我担保 如果他们反悔的话 这十万块钱我出 安心 你马上要跟一手结婚了 这一结婚 这就是你们俩的财产了 你拿家里的钱 给外人担保吗 你俩的财产 那我就问他们 要我自己